您好,我是张天书,在今日华尔街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我们频道获得授权,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大债务危机》。 作者雷·达琉。 第一章,原型大债务周期。 标题一,我如何看待信贷和债务。 由于我们会经常使用信贷和债务这两个词,我想先说说它们是什么,以及它们是如何运作的。 信贷是购买力的给予,这种购买力的给予是为了换取偿还的承诺,这就是债务。 显然,通过提供信贷来给予购买力本身是一件好事,而不是提供购买力来偿还债务。 而不提供购买力和做好事的能力则可能是坏事。 例如,如果,如果为发展提供的信贷很少,那么发展就很少,这是一件坏事。 债务问题。 当无力偿还债务时,债务问题就出现了。 换句话说,信贷债务快速增长是好事还是坏事?债务快速增长是好事还是坏事?债务如何偿还? 顾名思义,对财务负责任的人不喜欢负债累累。 我非常理解这种观点,因为我也有同感。 在我的一生中,即使在没有钱的时候,我也强烈倾向于储蓄,而不是借贷。 在我的一生中,即使在我没有钱的时候,我也强烈倾向于储蓄,而不是借贷。 因为我觉得债务的好处不值得它的坏处。 我想,这是我从父亲那里学到的观点。 我认同那些认为,负债少总比负债多好的人。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认识到这并不一定正确,尤其是对整个社会有别于个人而言。 因为那些为社会制定政策的人拥有个人所没有的控制权。 从我的经历和研究中,从我的经历和研究中,我了解到,信贷债务增长过少,会造成与信贷债务增长过多,同样糟糕或更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代价则是。 过多,其代价是失去机会。 一般来说,由于信贷会产生消费能力和债务,因此增加信贷是否可取。 取决于借来的钱是否被用于创造足够的收入来偿还债务。 债务 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么资源就得到了合理的分配,贷款人和借款人都将在经济上受益。 经济利益 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借贷双方都不会满意,很有可能是资源分配不大。 很有可能是资源分配不大。 在对整个社会进行评估时,我们应考虑次要间接经济学以及更多的主要直接经济学。 直接经济学。 比如,有时没有为一些明显具有成本效益的事情提供足够的资金信贷。 比如,有时没有为一些明显具有成本效益的事情提供足够的资金信贷。 如教育好我们的孩子,这将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同时减少犯罪和监禁成本。 犯罪和监禁成本或者更换低效的基础设施,意味财政保守主义。 这种财政保守主义坚持认为,借贷来做这些事情对社会有害无益,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想说明的是,能够产生足够经济效益的信贷债务是一件好事。 但是,有时,权衡是很难看出来的。 如果贷款标准过于严格,要求贷款人几乎可以肯定。 这可能会导致债务问题减少,但发展太少。 如果贷款标准较松,如果贷款标准较宽松,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发展, 但也可能在未来造成严重的债务问题,从而使收益化为乌有。 另一,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关于债务和债务周期的常见问题。 坏账的成本有多高,相对于没有为债务融资的支出而言。 假设你作为决策者选择建造一个耗资10亿美元的地铁系统,你用。 但经济状况却比你预期的要糟糕得多,只有一半的预期收入到位。 但经济状况比你预期的要糟糕得多,预期收入只有一半到位。 债务必须减计50%,这是否? 这是否意味着你不应该修建地铁? 换句话说,问题在于地铁系统是否比最初的预算多出5亿美元,或者按每年的收入计算是否比最初的预算多出5亿美元。 或者,假设地铁系统的寿命为25年,那么每年的价值是否比预算高出约2%? 地铁系统的使用寿命为25年。 从这个角度看,你很可能会认为你这个成本建造地铁系统比不建造地铁系统要好得多,比没有地铁系统要好得多。 为了让你了解这对整个经济可能意味着什么,真正的坏账损失是指,大约40%的贷款无法偿还。 这些坏账,约占所有未偿还贷款的20%,因此损失约等于债务总额的8%,而债务总额又相当于,约为收入的200%,因此缺口约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6%。 如果这一成本,社会化通过财政和货货币政策由整个社会承担,并在15年内分摊,则每年的缺口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每年约为1%,这是可以承受的。 当然,如果不分摊,成本僵势,无法容忍。 因此,我认为大量举债的负面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是否有意愿和能力分散坏账带来的损失。 我在所有情况下都看到了这一点。 在我所经历和研究的所有案例中,我都看到了这一点。 决策者能否做到这一点? 取决于两个因素,一,债务是否以他们所控制的货币计价,以及二, 他们对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行为方式是否有影响力? 债务危机不可避免吗? 纵观历史,只有少数纪律严明的国家避免了债务危机。 这是因为借贷从来都不是完美的。 周期会影响人们的心理,从而产生泡沫和萧条。 萧条 虽然政策制定者通常会努力做到正确,但他们往往会因为短期回报,而在信贷方面过于宽松。 因为近期的回报,更快的增长似乎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 在政治上,允许宽松的信贷也更容易。 提供担保,放宽货币政策比紧缩信贷在政治上更容易。 这就是,我们看到大的债务周期。 为什么债务危机会出现周期性? 我发现,每当我开始谈论周期,尤其是长期的大周期时,人们的眉毛都会竖起来。 我所引起的反应与我谈论占星术时的反应相似。 因此,我想,我想强调的是,我所谈论的不过是一系列逻辑驱动的事件,它们以某种模式反复出现。 在,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中,信贷的扩张和收缩会推动经济周期,而经济周期的出现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中,信贷的扩张和收缩会推动经济周期,而经济周期的发生完全符合逻辑。 虽然模式相似,但其顺序既不是预先注定要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复,也不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发生,也不会花费完全相同的时间。 将这些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你借钱的任何时候都会产生一个周期。 购买你负担不起的东西,意味着花费超过你的收入。 你不仅是在向你的,你不仅在向贷款人借钱,还在向未来的自己借钱。 从根本上说,你是在为未来创造一个时间,在这个时间里,你,你需要花的钱比你赚的钱少,这样你才能还钱。 借钱,花的比赚的多。 借贷,花的比赚的多,然后又不得不花的比赚的少,这种模式很快就会形成一个循环。 这对国家,对个人而言也是如此。 借钱会引发一系列机械的,可预测的事件。 如果你了解大富翁游戏,你就能很好地理解信贷周期在整个经济层面上是如何运作的。 整个经济的运作 在游戏初期,人们拥有大量现金,但只有少量房产, 因此,将现金转化为房产,是值得的。 现金转化为财产。 随着游戏的进行,玩家获得的房屋和酒店越来越多,需要越来越多的现金来支付租金。 现金来支付租金。 有些玩家,被迫以折扣价出售房产,来筹集现金。 因此,在游戏初期,房产为王,而在游戏后期,现金为王。 游戏后期,则是现金为王。 玩游戏的人,最了解,如何在游戏过程中,持有房产和现金的正确组合。 随着游戏的进行,如何持有房产和现金的合理组合。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允许银行发放贷款和吸收存款, 这个大服务游戏会如何进行。 存款。 玩家可以借钱购买房产,而且他们不会闲置现金,而是,将其存入银行以赚取利息。 这反过来,又为银行提供了更多的贷款。 让我们再设想一下,在这个游戏中,参与者可以互相设账买卖房产,通过。 承诺日后连本代理还钱。 如果大富翁是这样玩的,他将,为我们的经济运行方式提供了一个几乎完美的模型。 债务融资的酒店消费额。 酒店的债务融资消费额会迅速增长到现有货币量的数倍。 接下来,持有这些酒店的债务人。 持有这些酒店的债务人将缺乏支付租金和偿还债务所需的现金。 银行。 银行也会陷入困境,因为储户对现金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他们提取现金。 甚至越来越多的债务人拖欠还款。 如果不采取任何干预措施,银行和债务人都将破产,经济将萎缩。 破产,经济萎缩。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种扩张和收缩的循环反复出现时,就会产生。 就会为长期的大债务危机创造条件。 借贷自然会产生自我强化的上升运动,最终逆转为自我强化的下降运动。 下行运动,而下行运动也必须反向进行。 在上升期,贷款支持支出和投资,收入增加和资产价格上涨又会支持进一步的借贷和商品及金融资产支出。 商品和金融资产支出,借贷基本上使支出和收入高于经济生产力的持续增长。 生产率的增长,在接近上升周期的顶峰时,借贷是基于以下预期。 高于趋势的增长将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但是,这当然不可能发生,收入最终会低于贷款成本。 低于贷款成本。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债务融资建设固定投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 和基础设施的经济体特别容易受到周期性大幅波动的影响, 因为这些长期资产的快速建设,因为这些长期资产的快速建设是不可持续的。 如果你需要更好的住房并建造了住房,那么建造更多住房的增量需求自然会下降,自然会减少。 随着住房支出的放缓,住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会减弱。 假设。 假设你每年花费一千万美元,建造一栋办公楼,雇佣工人,购买钢筋水泥等,混凝土等。 当大楼完工后,每年的支出将降至零美元,对工人和建筑材料的需求也将降至零美元。 和建筑材料的需求。 从那时起,增长、收入和偿债能力将取决于其他需求。 其他需求。 在这种周期中,由债务融资的房地产、固定投资和基础设施支出推动的强劲增长上。 在这种周期中,由债务融资的房地产、固定投资和基础设施支出推动的强劲增长上扬。 随之而来的是由债务挑战导致的需求放缓所推动的下行。 这是新兴经济体的典型特征,因为他们有太多的建设工作要做。 由于收入的相对变化,新兴国家的竞争力也发生了变化。 这进一步加剧了新兴国家经济的周期性。 收入的相对变化导致其竞争力的变化。 通常情况下,他们拥有非常廉价的劳动力和糟糕的基础设施,因此他们会建设。 基础设施,出口繁荣,收入增加。 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工资竞争力的下降,出口带来的增长速度自然会放缓。 这类周期的例子很多,日本在过去70年中的经历。 在泡沫中,不借实际的预期和不计后果的借贷导致了大量不良贷款。 在某一阶段。 在某个阶段,银行家和中央银行家会发现这一点,于是泡沫开始破灭。 一个典型的。 泡沫即将来临的一个典型警示信号是,当越来越多的钱被借来偿还债务时,这当然会使泡沫更加严重。 这当然会加重借款人的负债。 当货币和信贷增长受到限制和获贷款标准提高时,信贷增长和支出的速度就会放缓,还本付息的情况就会增加。 信贷增长和支出放缓,更多的偿债问题就会出现。 此时,债务周期上升阶段的顶点即将到来。 债务周期的顶点就在眼前。 中央银行意识到信贷增长过快十分危险,于是收紧货币政策以控制信贷增长,这往往会加速债务周期的上升。 已遏制信贷增长,但这往往会加速经济下滑,尽管这种情况本来就会发生,只不过稍晚一些而已。 无论哪种情况。 在这两种情况下,当还本付息的成本高于可借贷的支出金额时,上升周期就会逆转。 上升周期就会逆转。 不仅新的借贷会放缓,债务人的偿债压力也会增加。 增加。 债务人陷入困境的情况越明显,新增贷款就越少。 支出和投资放缓。 支出和投资的放缓导致收入增长进一步放缓,资产价格下降。 当借款人无法履行对贷款机构的偿债义务时,这些贷款机构,就无法履行对自己债权人的义务。 政策制定者必须首先解决贷款机构的问题。 机构。 最极端的压力通常是那些杠杆率最高,业务最集中的贷款机构承受的。 最集中的贷款机构。 这些贷款机构带来的最大风险是,对有信用的买家和整个经济产生连锁反应的最大风险。 通常情况下,他们是银行,但随着。 但随着信贷系统日益活跃,出现了更广泛的贷款人,如保险公司、非银行信托、经纪、自营交易商等。 非银行信托、经纪商甚至特殊目的机构。 这种债务周期会产生两个主要的长期问题。 第一点,预期的还本复息无法兑现造成的损失。 当承诺的还本复息。 当承诺的还本复息无法兑现时,就会导致定期还本复息额减少和获债务价值减击同意接受少于所欠债务的金额。 如果你预期每年的常债率为4%,而实际常债率为4%, 如果你预计每年的还本复息率为4%,而实际还本复息率为2%或0%, 那么每年的还本复息率都会有缺口。 而如果债务被减计,则当年的损失会更大,50%。 第二点,减少贷款和未来的支出。 即使债务危机解决了,借贷过多的实体也不可能在未来产生与危机前相同的支出水平。 危机前的支出水平,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大多数债务危机都能得到控制,从而避免出现大问题吗? 有时,这些周期是温和的,就像道路上的颠簸,有时则是极端的,以崩溃告终。 本研究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研究那些极端的周期在过去100年中,所有那些导致实际GDP下降,超过3%的经济衰退。 根据我对他们的研究以及政策制定者可用的杠杆作用方式,我认为政策制定者有可能。 我相信,在几乎所有债务以本国货币计价的情况下,政策制定者都有可能很好的管理这些债务。 这是因为,政策制定者所拥有的灵活性。 这是因为,政策制定者所拥有的灵活性使他们能够分散。 这是因为,政策制定者所拥有的灵活性使他们能够分散有害后果,从而使巨大的债务问题并不是真正的大问题。 大多数真正可怕的,债务危机所造成的真正可怕的经济问题,大多发生在政策制定者采取措施,分散债务危机之前。 即使是,即使是历史上最大的债务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是在做出正确调整后才得以度过。 我对这些案例进行了研究。 根据我对这些案例的研究,最大的风险不是来自债务本身,而是来自A。 由于缺乏知识和或缺乏权威,决策者未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以及B。 进行调整的政治后果,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伤害了一些人。 正是出于,正是出于帮助减少这些风险的愿望,我撰写了本研究报告。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重申一,当债务是以外币,而不是本国货币计价时,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就很难做那些可以分散债务的事情。 当债务以外币,而非本国货币计价时,一国的政策制定者就很难做那些分散债务问题的事情。 而且,二,债务危机可以得到妥善处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会让某些人付出极大的代价。 债务危机可以得到妥善处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债务危机不会让某些人付出极高的代价。 妥善处理债务危机的关键在于,政策制定者知道如何很好地使用它们的杠杆,并有, 知道每年需要分摊多少负担,谁将受益,谁将受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分摊负担。 谁将受益,谁将受损,受损程度如何,从而使政治后果和其他后果可以接受。 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以下四种杠杆来降低债务和偿债水平。 收入和现金流水平。 第一点,紧缩,减少支出。 第二点,债务违约,重组。 第三点,中央银行印钞和购买或提供担保。 第四点,将货币和信贷从拥有多余需要的人手中,转移到拥有少于需要的人手中。 这些杠杆对经济的影响各不相同。 有些是通胀和刺激经济增长如印钞票,有些则是通胀和刺激经济增长。 印钞,而另一些则是通货紧缩,有助于减经债务负担、紧缩和违约。 创造,创造美丽的曲杠杆化,在降低债务收入比率的同时,降低可接受的通胀率和增长率,我将在下文中解释的关键在于和增长率。 我稍后将对此进行解释的关键在于在两者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 在这种令人满意的情况下,在经济活动和金融资产价格改善的同时,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逐渐,使收入的民意增长率重新高于民意利率。 这些杠杆在多长时间内左右着谁受益,谁受损。 政策制定者处于,在政治上很难做出这些选择。 因此,即使他们很好地处理了债务危机,也很少受到赞赏。 即使他们很好地处理了债务危机。 标题二,长期巨额债务周期的典型模板。 下面的模板给予我对48个大债务周期的研究,其中包括所有导致大国实际GDP下降超过3%,我称之为萧条的情况。 导致大国实际GDP下降3%以上的所有情况,我将称之为萧条。 为清晰起见,我。 一,那些没有多少债务以外币计价,也没有经历过经济衰退的国家。 没有经历过通胀萧条的国家,以及二,有大量债务以外币计价,但没有经历过通胀萧条的国家。 二,大量债务以外币计价,但确实经历了通胀萧条的国家。 由于外币债务数额与经济衰退之间,他们的外债数额与他们所经历的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约75%的相关性,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拥有外债的国家所经历的通胀。 这并不奇怪,因为大量外币债务是导致经济萧条和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 因此,将外币债务较多的国家与出现通货膨胀性萧条的国家,归为一类是合理的。 债务危机的发生,通常是因为债务和偿债成本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偿还债务所需的收入增长速度。 债务危机的发生,通常是因为债务和偿债成本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偿债所需收入的增长速度,从而导致去杠感化。 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降低实际和民意利率来缓解典型的债务危机。 但当这种做法不再可行时,就会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萧条。 经典的,商业周期加起来就是一个长期债务周期,因为每个短期周期性高点和每个短期周期性低点。 因为每一个短期周期性高点和每一个短期周期性低点的债务收入比都比前一个高,直到。 因为每一个短期的周期性高点和每一个短期的周期性低点,其债务收入比都会高于前一个高点,直到有助于推动债务扩张的利率下调,无法继续。 下图显示了债务和。 下图显示了美国自1910年以来的债务和偿债负担,包括本金和利息。 你会注意到,即使在,即使债务增加,利息支出也保持不变或有所下降,因此,偿债成本的增加并没有债务的增加那么大。 债务。 这是因为中央银行这里执美联储降低利率,以维持债务融资的扩张,直到他们。 这是因为中央银行这里执美联储会降低利率,以维持债务融资的扩张,直到他们无法在这样做为止,因为利率达到了0%。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虚杠感化就开始了。 虽然这张图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总体情况,但我应该明确指出,它在两个方面是不够的,一,它没有。 第一点,它没有表达出构成这些总数字的各个实体之间的差异,而理解这些差异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点,它只显示了所谓的债务,因此没有反映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债务,而这些债务的数额要大得多。 债务,这些债务的数额要大得多。 这种更细化的视角对于衡量一个国家的。 尽管这些问题大多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 标题三,我们对周期的研究。 在开发该模板时,我们将重点关注萧条前的时期,萧条时期本身,以及萧条见底后的去杠感化时期, 以及萧条谷底之后的去杠感化时期。 由于大债务危机有两大类型,通货紧缩危机和通货膨胀危机主要取决于一国是否拥有大量外币债务。 我们将分别研究这两种危机。 各阶段图表中反映的统计数据是通过21个通货紧缩债务周期案例和27个通货膨胀债务周期案例的平均值得出的。 27个通货膨胀债务周期案例的平均值得出的。 7年 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债务周期在许多方面与短期债务周期相似,只是它们更。 极端,一方面是因为债务负担更高,另一方面是因为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货币政策更少。 有效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短期债务周期会产生波动,小繁荣和衰退,而大债务周期会产生波动。 长期的会产生大的繁荣和萧条。 上个世纪以来,美国经历了长期债务危机。 两次危机,一次是在20年代的繁荣时期和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并一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 2000年代初期的经济繁荣和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 在短期债务周期中,支出仅受贷款人和借款人提供贷款的意愿的限制,并获得信用。 当信贷很容易获得时,经济就会扩张。 当信贷不易获得时,就会出现经济衰退。 信贷的供应主要由中央银行控制。 中央银行是,通常能够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周期,从而使经济摆脱衰退。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周期的底部和顶部都比上一个周期有更多的经济活动,并且有更多的经济活动。 债务。 为什么? 因为人们推动它,他们倾向于借钱并花更多钱,而不是还钱。 债务。 这是人性。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债务的增长速度快于收入的增长速度。 这创建了。 长期债务周期。 在长期债务周期的上升过程中,贷款人会自由地提供信贷,即使人们变得更加负债累累。 这是因为这个过程是自我强化的,支出增加带来收入增加。 净资产的增加提高了借款人的借贷能力,从而允许更多的购买和支出等。 大多数人都愿意承担更多风险。 新型金融中介机构和新型金融机构常常出现。 金融工具的发展不受监管机构的监督和保护。 这使得,他们处于具有竞争吸引力的地位,可以提供更高的回报,承担更多的杠杆作用,并提供以下贷款。 具有较大的流动性或信用风险。 由于信贷充裕,借款人的支出通常超出可持续水平,使他们看起来很繁荣。 反过来,享受美好时光的贷款人也更愿意,比他们应有的自满。 但债务的增长速度不可能继续快于永远为债务提供服务所需的金钱和收入。 因此,他们将面临债务问题。 当债务增长将对于收入增长达到极限时,这个过程就会相反。 资产价格。 下跌,债务人难以偿还债务,投资者变得害怕和谨慎,这导致他们出售,或者。 不展期,他们的贷款。 这反过来又导致流动性问题,对意味着人们减少储蓄。 开支,由于一个人的支出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收入开始下降,这使得。 原信用更差。 资产价格下跌,进一步挤压银行,而债务偿还额持续上升,使得支出进一步下降。 股市崩盘,社会紧张局势随着失业而加剧。 随着信贷和现金匮乏的公司减少开支,整个事情开始以另一种方式自我发展,变成一种恶性的自我强化的收缩,不容易纠正。 债务负担已经变得太重了,大姐需要减少。 与经济衰退不同,经济衰退时可以通过降低利率来放松货币政策,并增加流动性,进而提高放贷能力和激励,但利率无法降低。 在抑郁症中,他们已经为零或接近于零,流动性资金,无法通过普通措施增加。 这就是创造长期债务周期的动力。 只要有信用,它就一直存在。 回到罗马时代之前,甚至旧约也描述了需要每50年消除一次债务,这被称为洗年。 像大多数戏剧一样,这部戏剧的出现和发生方式都余,在整个历史中反复出现。 请记住,货币有两个用途,它是交换媒介和财富储存。 又因为它,它有两个目的,为两个主人服务。 一,那些想要获得它来获得生活必需品的人,通常是通过工作。 二,那些储存与其价值挂钩的财富的人。 纵观历史,这两个群体被称为。 不同的是五,第一组被称为工人、无产阶级和穷人, 第二组被称为工人、无产阶级和穷人。 该群体被称为资本家、投资者和富人。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将第一组称为无产阶级工人, 第二组称为资本家投资者。 无产阶级工人靠出卖时间来赚钱。 资本家投资者通过将自己的钱借给他人来换取AEA, 承诺偿还高于贷款、债务工具和金额、货币一笔。 企业的所有权,我们称之为股权或股票或其他资产的一部分。 这两个群体以及政府制定规则是这场戏剧的主要参与者。 虽然一般来说,两个群体都会从借贷中受益, 但有时,由于借贷的结果,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 交易。 对于债务人和债权人来说,尤其如此。 一个人的金融资产就是另一个人的金融负债承诺交付资金。 当理赔时,相对于可用资金而言,金融资产的压力过高, 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去杠杆化。 然后,为支出提供资金的自由市场信贷体系不再有效运作, 并且通常通过以下方式发挥相反作用。 去杠杆化,随着央行成为大买家,政府需要大力干预。 债务,最后贷款人和中央政府成为支出和财富的再分配者。 在这种时候,需要进行债务重组,减少对未来支出债务的债权。 相对于他们所主张的金钱。 货币债权债务规模与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之间的这种根本性不平衡。 偿还债务所需的现金流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很多次, 并且总是通过以下方式解决。 我之前描述的四个杠杆的某种组合。 这个过程对所有玩家来说都是痛苦的,有时, 以至于它引起了无产阶级工人和资本家投资者之间的斗争。 情况可能会变得如此糟糕。 贷款受到损害甚至被取缔。 历史学家说,信用创造带来的问题是, 为什么高利贷借钱换取利息在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中都被视为犯罪? 在这项研究中, 我们将研究产生重大债务危机的大债务周期, 探讨他们如何运作以及如何, 好好对待他们。 但在开始之前,我想澄清两种主要类型之间的区别, 通缩性萧条和通货膨胀性萧条。 第一点,在通缩萧条中, 政策制定者通过降低利率来应对最初的经济收缩。 费率, 但当利率达到大约0%, 该杠杆就不再是刺激经济的有效方式。 经济, 债务重组和紧缩占主导地位, 但没有通过适当的刺激来平衡。 特别是印钞和货币贬值。 在此阶段, 债务负担、 债务和偿债。 作为收入的百分比上升, 因为收入下降速度快于重组, 债务偿还减少了债务。 股票, 许多借款人需要承担更多的债务来支付更高的币息成本。 如前所述, 通货紧缩萧条通常发生在大部分不可持续债务都存在的国家。 以当地货币在国内融资, 因此最终的债务崩溃会导致强制出售和违约。 但不是货币或国际收支问题。 第二点, 通货膨胀萧条通常发生在依赖外国资本流动, 并因此建立了经济体系的国家。 大量无法货币化的以外币计价的债务流。 中央银行印的钱。 当外国资本流动放缓时, 信贷创造就会变成信贷。 收缩。 在通胀性区杠杆化过程中, 资本撤离同时导致贷款和流动性枯竭。 货币贬值产生通货膨胀的时间。 通货膨胀萧条大量债务被计价。 外币尤其难以管理, 因为政策制定者有能力分散痛苦。 都比较有限。 我们将从通货紧缩萧条开始。 第二章, 经典通货紧缩债务周期的各个阶段。 标题一, 周期的早期阶段。 在周期的早期, 尽管债务增长强劲, 但债务增长速度并不快于收入增长速度。 那是, 因为债务增长被用来为收入快速增长的活动提供资金。 比如说借来的, 资金可以用于扩大业务并提高其生产力, 从而支持收入的增长。 债务, 负担低且资产负债表健康, 因此私营部门、政府和企业有足够的空间。 银行加杠杆, 债务增长、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既不太热也不太冷。 这就是什么? 被称为金发姑娘时期。 标题二, 套墨。 在泡沫的第一阶段, 债务增长速度快于收入增长速度, 并产生加速强劲的资产回报。 和成长。 这个过程通常是自我强化的, 因为收入、净资产和资产价值的增加都会增加。 借款人的借款能力。 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 贷方根据以下条件确定可以贷出的金额。 借款人的一, 预计收入现金流量以偿还债务。 二, 净值抵押品随着资产的增加而增加。 价格上涨, 以及三, 他们自己的借贷能力。 所有这些都一起上升。 虽然这组条件不, 可持续, 因为债务增长率的增长速度快于偿还债务所需的收入增长速度。 对他们来说, 借款人感觉很富有, 因此他们花的钱比赚得多, 并利用杠杆以高价购买资产。 这是, 这是如何发生的一个例子。 假设您年收入5万美元, 净资产为5万美元。 您有能力每人介入1万美元。 一年, 因此即使您只赚5万美元, 您也可以连续几年, 每年花费6万美元。 喂, 就整个经济而言, 借贷和支出的增加可以带来收入的增加, 以及股票估值的上升。 和其他资产价值, 为人们提供更多的抵押品来借贷。 人们借的钱越来越多, 但随着, 只要借贷能够推动增长, 它就是可以承受的。 在长期债务周期的上升阶段, 兑现资金的承诺及债务负担相对于两者都上升。 整体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 以及货币和信贷债务人的数量通过, 收入、 借款和资产出售。 这种上升波通常会持续数十年, 其变化主要是由于, 央行定期收紧和放松信贷。 这些是短期债务周期, 其中有很多。 通常加起来就是一个长期债务周期。 长期债务周期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关键原因是, 央行逐步降低利率。 利率, 这会提高资产价格, 进而提高人们的财富, 因为降低利率的限制效应。 利率对资产价格有影响。 这可以防止长债负担增加, 并降低每月还款额。 设购商品的成本, 但这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最终长债付款等于, 或大于债务人可以介入的金额, 并且债务及交付资金的承诺变得太大, 与现有的可以给予的金钱数量有关。 当兑现金钱及债务者承诺无法兑现时, 相对于货币和信贷的流入, 如果增长幅度更大, 这个过程就会相反, 去杠杆化就会开始。 由于借贷只是一种拉动支出的方式, 因此该人每年支出6万美元并赚取。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每年5万美元的开支必须减少到4万美元, 只要他花费6万美元, 他的年限就必须减少。 虽然有点过于简单化, 但这是驱动泡沫膨胀和收缩的基本动力。 泡沫的开始,牛市。 泡沫通常使于对合理牛市的过度推断。 牛市最初是合理的, 因为较低的利率使股票和房地产等投资资产更具吸引力, 因此它们会上涨。 经济状况改善, 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和企业利润, 资产负债表改善, 以及承担更多债务的能力, 所有这些都使公司价值更高。 随着资产价值的上升, 净资产和支出收入水平也会上升。 投资者、商界人士、金融中介机构, 政策制定者对持续繁荣的信心增强, 这支持了杠杆化。 过程, 繁荣还鼓励不想错过进入市场的新买家, 助长泡沫的出现。 很多时候, 不经济的贷款和泡沫的发生是由于隐含的祸。 政府的明确担保, 鼓励贷款机构肆意放贷。 随着新的投机者和贷款人进入市场, 并且信心增强, 信贷标准下降。 银行杠杆上调。 很大程度上, 不受监管的新型贷款机构的发展, 这些非银行贷款机构是, 统称为影子银行系统。 这些影子银行机构通常较少受到监管, 政府的全面保护。 此时, 新型借贷工具不断涌现, 发生了很多金融工程。 贷款人和投机者赚了很多快速、 轻松的钱, 这通过增加投机者的资金来强化泡沫。 股权为他们提供获得新贷款所需的抵押品。 当时, 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这是一个。 问题, 相反, 他们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繁荣的反应和证实。 这一阶段, 循环的周期通常以自身为实。 以股票为例, 股价上涨会导致更多的支出和。 投资, 提高收益, 提高股票价格, 降低信用力差并鼓励增加。 贷款, 基于抵押品价值的增加和收入的增加, 这会影响支出和投资率。 在这样的时期, 大多数人认为这些资产是值得拥有的宝贵财富, 并考虑那些不拥有这些资产的人。 拥有他们会错过。 由于这种动态, 各种实体都建立了多头头寸。 大的, 资产负债错配以以下形式增加。 A, 短期借贷, 长期借贷, B, 流动性增加。 投资于非流动性资产的负债, 以及C, 用借来的资金投资于风险较高的债务或其他风险资产。 D, 以一种货币借贷并以另一种货币借贷,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获得可感知的利差。 全部。 与此同时, 债务增长迅速, 偿债成本上升更快。 在市场上, 当达成共识时, 它就会被定价。 这种共识通常也被认为是一个很好的粗略结果。 未来的图景, 尽管历史已经表明, 未来的结果可能与现在不同。 预期的。 换句话说, 人类本质上像大多数物种一样倾向于在人群中移动并权衡最近的经历, 比适当的更重。 通过这些方式, 并且由于共识观点反映在价格中, 倾向于发生外推。 在这种时候, 债务与收入比率的增长非常迅速。 上图显示了圆形路径。 我们平均通缩去杠杆化过程中, 债务占GDP的百分比。 典型的泡沫, 看到杠杆率上升。 三年左右的时间, 平均占GDP的20%至25%。 蓝线描绘了长期的弧线。 债务周期, 以经济体总债务, 除以经济体过去的总收入的形式表示。 经历其各个阶段, 红线表示, 环本复习总额相对于债务总额的比例。 收入金额, 泡沫最有可能出现在商业周期、 国际收支周期和或长期债务的顶部。 循环, 当泡沫接近顶峰时, 经济是最脆弱的, 但人们却感觉自己是最富有、 最幸福的。 看涨, 在我们研究的案例中, 总债务与收入水平平均约为GDP的300%。 货币政策的作用, 在许多情况下, 货币政策有助于吹大泡沫, 而不是抑制泡沫。 当, 通货膨胀和增长都很好, 投资回报也很高。 这些时期通常被解释为, 生产力的繁荣增强了投资者的乐观情绪, 因为他们利用杠杆购买投资资产。 在这种情况下, 关注通胀和增长的央行, 往往不愿充分收紧货币政策。 这是什么? 这种情况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 以及1920年代末和2000年代中期的世界大部分地区。 这是大多数央行政策的最大问题之一, 即因为央行行长的目标是, 通货膨胀或通货膨胀和增长, 而不是针对泡沫管理, 他们带来的债务增长。 如果通胀和时期增长看起来不太强劲, 则可以为泡沫的产生提供资金。 在我看来, 对于央行来说, 以债务增长为目标, 并主演于将其保持在可持续水平, 非常重要。 即, 无论信贷状况如何, 收入增长都可能足以偿还债务。 是用来买的。 央行行长有时会说, 发现泡沫太难了, 他们的职责不是去发现泡沫。 评估和控制他们, 控制通货膨胀和增长是他们的工作。 四旦他们控制的是金钱盒。 信贷, 当这些货币和信贷变成无法偿还的债务时, 这会对。 未来的增长和通胀。 最严重的萧条发生在泡沫破裂时, 如果中央银行, 那些产生债务, 导致债务膨胀的国家无法控制他们, 那么谁能控制呢? 经济痛苦。 允许大泡沫膨胀然后破裂的程度如此之高, 以至于政策制定者忽视他们是不明智的。 我希望他们的观点能够改变。 尽管央行通常会在一定程度上收紧货币政策, 并且当通货膨胀和短期利率上升时, 短期利率平均会上升。 增长开始变得太热, 典型的货币政策不足以管理泡沫, 因为泡沫是发生在经济的某些部分而不是其他部分。 考虑整个经济、央行。 在此期间, 借款人通常会落后于曲线, 而且借款人还没有受到更高利率的特别挤压。 偿债成本。 在这个阶段, 他们的利息支付往往越来越多地, 通过借款来支付。 而非收入增长, 这是这一趋势不可持续的明显迹象。 当泡沫破灭时, 所有这一切都会逆转, 而导致泡沫膨胀的相同联系会使经济衰退自我强化。 资产价格下跌, 会降低杠杆投机者的股权和抵押品价值, 从而导致贷款人撤回。 这迫使投机者抛售, 进一步压低价格。 此外, 贷款人和投资者挤兑。 即从有风险的金融中介和风险投资中提取资金, 使它们拥有流动性。 问题, 通常受影响的一个或多个市场足够大, 并且杠杆率足够高, 以至于损失。 累计的债务具有系统性威胁, 也就是说它们有可能摧毁整个经济。 发现气泡, 虽然具体情况可能因情况而异, 例如泡沫的大小, 无论是股票、住房还是某些领域。 其他资产物, 泡沫究竟是如何破裂的? 等等许多气泡的情况比它们更加相似。 是不同的, 每一个都是可以研究和理解的逻辑因果关系的结果。 如果, 如果人们对气泡的形成有清晰的认识, 那么识别它们就变得容易多了。 为了在重大债务危机发生之前识别它, 我观察了所有大型市场, 看看哪些市场如果有的话存在泡沫。 然后我会研究与它们相关的内容, 当它们谈出时会受到影响。 虽然我不会具体说明如何, 它在这里起作用, 可以测量的气泡的最具决定性的特征是, 第一点, 相对于传统措施, 价格较高。 第二点, 价格正在从目前的高水平上, 反映出未来价格的快速上涨。 第三点, 普遍看涨情绪。 第四点, 采购是通过高杠杆融资的。 第五点, 买家进行了特别长期的远期采购, 例如, 建立库存, 签订供应合同, 等进行投机或保护自己, 免受未来价格上涨的影响。 第六点, 新买家及以前未进入市场的买家已进入市场。 第七点, 刺激性货币政策有可能进一步吹大泡沫, 紧缩政策会导致泡沫破裂。 在这一点上, 我想强调的是, 认为任何一个指标都可以作为一个指标的想法, 是错误的。 债务危机迫在眉睫。 整个经济体的债务与收入之比, 甚至还本复息额。 收入对于整体经济来说更好, 是有用但最终不够的衡量标准。 预测一个。 债务危机, 嗯, 我们必须看看各个实体的具体偿债能力, 这些能力在债务危机中迷失了。 这些平均值。 更具体地说, 如果平均水平为。 与集中相比, 在整个经济体中分布得更好, 尤其是集中在关键实体时。 标题三, 顶部。 当价格受到大量杠杆买盘的推动, 并且市场充分做多, 杠杆化合。 价格过高, 逆转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反映了一个普遍原则, 当事情非常好时。 不可能变得更好, 但每个人都相信它们会变得更好, 市场的顶部正在形成。 虽然顶部是由不同的事件处发的, 但最常见的是, 当央行开始收紧货币政策时, 利率上升。 在某些情况下, 紧缩是由泡沫本身带来的, 因为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 正在上升, 而产能限制开始紧张。 在其他情况下, 紧缩是由外部驱动的。 为了, 比如, 对于一个已经变得依赖于外部债权人借款的国家贷款的撤回。 由于外申原因会导致流动性紧缩。 货币政策收紧, 其中, 债务计价足以导致外资撤离。 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与以下无关。 国内经济状况, 比如, 储备货币国家的周期性状况导致货币紧缩。 该货币的流动性或金融危机导致资本撤回等。 另外, 本币升值。 债务相对于货币收入而言可能会造成特别严重的挤压。 有时出乎意料。 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现金流短缺可能引发债务危机。 无论偿债紧缩的原因是什么, 它都会损害资产价格, 例如股票价格, 从而产生负面影响。 财富效应6, 因为贷款人开始担心他们可能无法从借出资金的人那里收回现金。 道。 借款人受到挤压, 因为他们的新借款中越来越多的份额用于偿还债务和货不偿还债务。 滚动他们的支出放缓。 这通常是人们高价购买投资资产的结果。 杠杆价格, 基于对未来现金流过于乐观的假设。 通常, 这些类型的。 新代债务问题在经济达到顶峰之前大约半年就开始出现, 首先是在最严重的时期。 脆弱且充满泡沫的口袋。 风险最高的债务人开始拖欠付款, 贷款人开始担心信用利差。 开始上升, 风险贷款放缓。 从风险资产转向风险较小资产的回升有助于收缩范围扩大。 通常, 在见顶的早期阶段, 短期利率的上升会缩小或消除长期利率的利差级。 长期贷款而不是短期贷款所赚取的额外利率, 减少了相对贷款的动机。 持有现金的激励。 由于收益率曲线平坦或倒挂及长期利率相对于短期利率处于最低水平, 人们被激励在泡沫出现之前转向现金。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减缓信贷增长并导致前面描述的动态。 在顶部的早期, 信用体系的某些部分受到影响, 但其他部分仍然强劲, 因此尚不清楚。 经济正在疲软。 因此, 尽管央行仍在加息和收紧信贷, 但经济衰退正在拨下。 最快的紧缩速度通常发生在经济见顶前5个月左右。 股市。 当时经济高速运转, 需求与产能相抵触。 生产。 失业率通常处于周期性低点, 而通货膨胀率正在上升。 短期增加。 利率使持有现金更具吸引力, 并且提高了用于贴现未来现金的利率。 资产流动, 风险资产价格走弱, 以及放贷放缓。 它还是设购的物品, 事实上成为。 价格上涨, 需求放缓。 短期利率通常在股市见顶前几个月达到顶峰。 杠杆越大, 价格越高, 刺破泡沫和经济所需的紧缩政策就越少。 接下来的凶威更大。 要了解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 需要较少的时间。 了解紧缩的幅度, 比了解每个特定行业的敏感性更重要。 以及损失将如何积联。 通过查看每个重要部分, 可以最好地了解这些图片。 经济和这些部门的每个主要参与者, 而不是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 在泡沫刚刚结束的时期, 资产价格变动的财富效应对经济的影响更大。 增长率高于货币政策。 人们往往会低估这种效应的大小。 在早期阶段, 泡沫破灭, 当股价下跌而盈利尚未下降时, 人们错误地将下跌判断为买入机会, 并发现股票相对于过去的盈利和预期盈利来说都很便宜, 从而失败。 考虑到未来可能导致的收入下降幅度。 但反转是自我强化。 随着财富先下降, 收入随后下降, 信用度恶化, 从而限制了贷款。 经济活动, 这会损害支出并降低投资率, 同时也会降低借钱买房的吸引力。 金融资产。 这反过来又是资产的基本面恶化, 例如, 经济活动疲软导致资产的基本面恶化。 企业盈利长期令人失望, 导致人们抛售并进一步压低价格。 这有一个, 对资产价格、 收入和财富的加速下行影响。 管理抑郁症。 如前所述, 减轻债务负担的政策分为四大类。 一, 紧缩。 二, 债务。 文约重组。 三, 债务货币化斜杠印钞。 以及四, 财富转移, 即从富人到富人。 穷人。 通过充分利用这些杠杆, 政策制定者可以减轻萧条的最坏影响。 管理失败的贷款人和借款人以及经济状况。 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一点。 每个杠杆对经济和信用度都有不同的影响。 关键是要正确混合, 所以, 通货紧缩和萧条的力量与通货膨胀和刺激的力量相平衡。 政策制定者最初通常会把紧缩、 印钞和再分配混为一谈。 纳税人对债务人和金融机构的过渡行为 造成债务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 危机并且不希望政府及他们的税收来救助他们。 政策制定者有理由相信, 如果贷款人和借款人不遭受其行为的负面影响, 即称为道德风险问题。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 政策制定者通常不愿意并且缓慢地提供。 政府的支持, 债务收缩及其产生的痛苦迅速增加。 但他们越久, 等待采取刺激性补救措施, 去杠杆化就会变得越丑陋。 八岁中他们选择, 提供大量担保, 印制大量货币, 并将大量债务货币化, 从而将经济推向, 通货再膨胀, 去杠杆化。 如果他们做了这些事情并且很快就做好了组合, 那么抑郁症的可能性就更大。 相对短暂, 如2008年美国危机后的短暂萧条。 如果他们不这样做, 萧条通常会持续很长时间, 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或者日本在经济衰退之后的失落的10年, 20世纪80年代末的泡沫。 重申一下, 管理债务危机的两个最大障碍是 A.不知道如何处理。 B.对政策制定者采取必要行动的权利的政治或法定限制。 A.换句话说, 无知和缺乏权威是比债务本身更大的问题。 A.成为一名成功人士的同时, 投资经历很难, 但他并不比成为一名成功的经济政策制定者那么难。 仅限我们投资者, 必须了解经济机器如何运作并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政策制定者必须做到这一点并让一切顺利, 也就是说他们必须知道在导航时应该做什么, 克服所有使其难以完成的政治障碍。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大量的智慧。 战斗意愿和政治头脑, 极技能和英雄主义, 有时甚至具备所有这些东西。 他们的工作所面临的限制仍然阻碍他们取得成功。 下面我将逐一介绍这四个杠杆, 以及他们在异域阶段的典型使用方式。 紧缩。 在萧条阶段, 政策制定者通常会尝试紧缩政策, 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这是很自然的。 想要那些给自己和他人带来麻烦的人承担费用。 问题是急使身。 紧缩政策并不能使债务和收入恢复平衡。 当支出减少时, 收入也会减少, 所以需要。 为了大幅降低债务收入比率而进行大量痛苦的支出削减。 随着经济收缩, 政府收入通常会下降。 同时, 对政府提出要求。 增加。 结果, 赤字通常会增加。 为了承担财政责任, 此时政府倾向于提高税收。 这两个举动都是大错误。 印钞只学刺激经济。 贷款机构的挤兑现象经常发生, 尤其是那些不受政府担保的机构。 这使得央行和中央政府必须决定哪些储户待方。 应保护其免受损失, 应允许哪些机构承受损失, 以及哪些机构是系统性的。 重要且应该保存的事情, 以及如何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金融经济体系的安全性, 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 纳税人的成本的方式来做这些事情。 这种时候各种保证, 向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提供服务, 而且其中一些机构常常被国有化。 通常有很多法律和政治因素会影响这件事的完成速度和效果。 一些, 所需的资金来自政府即通过预算过程拨款和一些, 来自中央银行通过印刷。 政府不可避免地会两者兼而有之, 尽管程度不同。 此外, 在向一些中央银行提供资金的同时, 政府通常也会向一些非银行实体提供资金, 认为必要。 接下来, 他们必须缓解信贷紧缩并刺激整体经济。 由于政府可能有, 通过税收和借贷筹集资金遇到困难, 央行被迫在印钞之间做出选择。 更多的钱来购买政府的债务或允许政府和私营部门竞争。 货币供应量有限, 这只会进一步收紧货币。 他们不可避免地选择打印。 通常, 尽管不一定, 这些举措的伎量会随着初始尝试的温和而逐渐加大。 未能纠正失衡, 扭转去杠杆进程。 然而, 这些早期的努力通常会导致。 暂时的缓解期表现为金融资产熊市反弹和经济增长。 活动 大萧条期间, 股市出现了六次大反弹, 涨幅在16%到48%之间。 百分号, 在熊市中总共下跌了89%。 所有这些机会都是由政府引发的, 只在减少根本失衡的行动。 如果管理得当, 这些转变就会发生。 印钞票, 购买资产和提供担保的政策是使债务周期摆脱萧条、 丑陋的原因。 去杠杆阶段转向扩张票量去杠杆阶段。 虽然高度刺激的货币政策是去杠杆化的关键部分, 但通常还不够。 什么时候? 当系统重要性机构倒闭的风险出现时, 政策制定者必须采取措施保留这些实体。 跑步, 他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第一点减少恐慌并保证负债。 政府可以增加存款核债务担保。 发行, 中央银行可以提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及那些失败的机构, 会威胁金融体系和获经济的持续运行。 钱, 有时, 政府可以通过征收存款来迫使流动性留在银行体系中。 冻结, 这通常是不可取的, 因为它会加剧恐慌, 但有时是必要的, 因为, 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提供资金流动性。 第二点, 提供流动性。 当私人信贷收缩, 流动性紧张时, 央行可以确保。 通过以更广泛的抵押品提供贷款, 为金融体系提供充足的流动性。 或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 这些机构通常不被视为其一部分。 借贷行为。 支持具有系统重要性机构的偿付能力。 第一步通常是激励。 私营部门通常通过支持破产银行和健康银行之间的合并来解决这个问题, 并通过监管推动向私营部门发行更多资本。 此外, 会计调整。 可以减少维持偿付能力所需的直接资本, 为企业赢得更多时间。 机构来摆脱问题。 第三点, 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进行资本重组, 国有化弥补损失。 当 的时候, 上述方法不足以解决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的偿付能力问题。 机构, 政府必须介入, 对破产银行进行资本重组, 采取措施, 稳定贷方核, 维持信贷供应对于防止危机恶化至关重要。 某些机构是, 系统管道的一部分, 即使他们没有在市场上赚钱, 人们也不愿意失去他们。 片刻, 这就像在经济萧条中失去一个航运港口一样, 因为港口破产了。 你想要的, 港口继续运营, 船舶继续进港, 所以你必须以某种方式保护它, 无论是通过国有化贷款或注资, 债务违约重组。 最终, 清理现有坏账的过程对于未来货币和信贷的流动以及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回归繁荣, 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是让这一过程有序地进行, 确保经济社会稳定。 管理的最好的案例是政策制定者A迅速认识到, 信用问题的严重程度, B,不要拯救每一个可消耗的机构, 平衡各个机构的利益。 允许破产机构倒闭并进行重组, 并承担此类倒闭可能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其他信与良好的贷款人和借款人, C,创建或恢复稳健的信贷管道, 以便未来借款。 信与良好的借款人, D,在坏账处理期间确保可接受的增长和通货膨胀状况。 解决了。 从长远来看, 政策制定者必须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是他们是否会改变。 解决债务问题根源或简单重组债务以分散痛苦的制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 债务不会造成难以承受的负担。 这些事情很少会立即发生。 政策制定者最初通常无法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相反, 制定了一系列不足以起到推动作用的一次性政策。 只有在通常的情况之后, 几年的时间和许多不必要的经济痛苦, 他们终于果断采取了行动。 多快, 多积极。 政策制定者的反应是决定萧条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以及这些成本到底如何在政府及整个社会之间分配的问题。 而债券持有人不同资历的股权持有人、存款人等也是重要的一员。 通常情况下, 非系统重要性机构被迫承担损失, 如果失败, 则被允许退出。 破产了。 这些机构的决议可以采取几种不同的形式。 在许多情况下, 大约80%。 我们研究的案例, 他们与健康的机构合并。 在其他一些情况下, 资产被清算或。 转让给政府设立的资产管理公司AMC, 然后分批出售。 在某些情况下, 政策制定者认识到确保整个银行体系的生存能力至关重要, 并且, 流动性和偿付能力措施是在银行体系层面采取的。 近年来已经很土变了。 发达国家国家发行的银行负债担保。 在极少数情况下, 政府资助。 银行资本重组是在所有银行中进行的, 而不是仅仅关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 债券人获得保护的界限相对明确。 第一点, 小额储户受到优先考虑, 并且遭受的损失极小或没有损失几乎在所有情况下。 经常。 这被明确定义为存款保险计划的一部分。 危机期间, 保险范围通常会扩大。 期间, 以保证银行的流动性。 即使没有明确的存款保险, 计划中, 储户通常会被优先考虑。 在大约30%的研究案例中, 储户确实遭受了损失。 尽管他们经常以低于市场的汇率兑换外汇损款。 第二点, 在大多数情况下, 当机构倒闭时, 股本、 刺激债务和大储户会吸收损失。 无论该机构是否具有系统重要性。 保护高级和刺激债务持有人, 以及简单的稀释现有股权持有人的股权资本重组, 主要鉴于发达国家。 第三点, 有时政策制定者优先考虑国内债券人, 而不是外国债券人, 特别是当他们。 贷款面向私营部门参与者, 在资本结构中处于较低水平。 尤其如此, 因为, 存款保险计划资金不足。 但与此同时, 政府往往最终会优先考虑。 支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国际清算银行等跨国机构的贷款, 因为维持。 这些公共实体可提供支持, 他们实际上充当各国的最后贷款人。 在压力下, 通常处理破产贷款人的过程会伴随着一系列监管改革。 有时这些变化很小, 有时却很大, 有时他们是为了更好并且, 有时情况会变得更糟。 他们的范围包括银行运作方式的变化, 例如提供存款担保。 1930年代的多德·弗兰克法案, 和2010年美国的沃尔克规则到劳动力市场改革, 从要求。 银行提高信贷标准, 开放银行体系, 接受竞争, 包括外国纪录者。 提高资本要求并取消对贷方的保护。 政治在决定进行哪些改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某些情况下, 此类改革最终会扭曲。 私营部门对贷款流量的市场化激励措施, 可能会限制信贷流向信誉良好的企业。 借款人和货增加未来出现信贷问题的风险。 在其他情况下, 他们改善了流量。 信贷, 保护家庭, 并降低未来债务问题的风险。 失败贷款人的资产, 或现有贷款人的不良资产, 有两种主要管理方式。 A, 转移至独立实体资产管理公司, 来管理重组和资产处置, 约40。 所研究案例的百分比, 货币, 他们仍保留在原始贷款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进行管理, 约占60%的案例。 不良贷款的处置, 主要有以下几个杠杆。 A, 重组。 比如, 通过延长期限来解决贷款问题, B, 债转股和资产扣押, C, 直接。 向第三方出售贷款或资产, 以及D, 证券化。 资产管理公司的使用通常会加速债务问题的管理, 因为它是现有银行, 能够解放出来。 回报贷款并帮助将坏账合并到一个可以管理销售和重组的集中实体。 向资产管理公司出售资产, 通常也可以作为一种机制, 通过定价将资产转移给银行。 高于市场价格。 资产管理公司通常是公有实体, 被授权在一定范围内出售资产。 目标时间框架, 例如10年, 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纳税人的成本和资产市场的干扰。 他们, 为此寻求快速出售失败机构的不良资产, 并长期努力管理, 并出售不良资产。 在某些情况下, 资产管理公司有重组不良债务的明确目标, 以减轻债务负担。 他们通常通过某种形式的直接或伪政府债务发行来融资。 当法律、 政治或资金限制限制了他们识别坏账的能力时, 他们就无法很好地运作, 并重组它们。 当原始贷款人由国家资助时, 通常会允许原始贷款人管理其坏账。 这使得它更接近公共AMC。 在其他情况下, 如果发生以下情况, 则可以允许损失技术贷方的资产负债表。 如果不存在创建集中式AMC的技术专长, 或者有效的解决方案, 它们就不会太大。 机制已经存在。 与贷方一样, 系统性或战略性的方式之间, 通常存在相对明显的区别。 重要借款人的处理方式, 以及非重要借款人的处理方式。 第一点, 对于具有系统重要性或战略重要性的借款人, 政策制定者通常会采取措施。 确保企业作为实体保持完整。 一般来说, 这是通过重组来实现的。 债务已使正在进行的偿债工作变得易于管理。 这可以通过债转股来实现。 减少现有债务, 降低利率或终止借款。 偶尔政策, 制造商还向这些借款人推出新的贷款计划, 以确保他们持续的流动性。 这, 流程通常是为管理坏账而设立的资产管理公司的明确目标之一。 非系统重要性借款人通常只能与私人贷款机构重组其贷款, 或者, 允许破产并清算。 第二点, 中央政府经常采取措施, 帮助减轻家庭部门的债务负担。 资产管理公司, 也可能采取措施, 重组债务负担, 而不是取消贷款的赎回权作为其目标的一部分。 最大化恢复值, 财富在分配。 在泡沫时期, 贫富差距会扩大, 而在困难时期, 贫富差距对弱势群体来说尤其令人恼火。 一般来说, 如果富人与穷人分享预算, 并且出现经济衰退, 就会出现。 经济和政治冲突。 正是在这样的时期, 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都倾向于 出现。 人民和政治体系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 是经济和社会表现如何的关键。 天气的时期。 如下所示, 当今美国的不平等和民粹主义都在加剧, 尽管它们。 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在这两种情况下, 人口前百分之零点一的净资产大约等于, 底部百分之九十的总和。 在某些情况下, 对富人增税具有政治吸引力, 因为富人在经济中赚了很多钱。 繁荣, 尤其是那些在金融部门工作的人, 被认为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 他们的贪婪。 央行购买金融资产, 也让富人受益匪浅, 因为富人拥有更多这样的资产。 向左的重大政治转变, 通常会加速再分配努力。 这通常, 促使富人试图以提供保护的方式和地方转移资金, 这本身就会影响。 资产和货币市场, 它还可能导致这些地区的经济空心化, 因为高收入。 工薪阶层同时也是纳税大户离开, 减少了总体税收收入, 导致这些地区财产价值急剧下降, 服务业减少。 通常, 增加税收的形式是提高所得税, 财产税和消费税, 因为这些税。 税收形式是增加收入最有效的方式。 财富税和遗产税有时也是。 增加, 就尽管这些通常筹集的资金很少, 因为大量财富缺乏流动性, 实际上难以征收并迫使纳税人出售流动资产来缴纳税款, 从而损害了资本。 形成, 无论如何, 转移支付的金额很少能对去杠杆化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除非发生了革命, 大量财产被国有化。 标题五, 美丽去杠杆。 当四个杠杆均衡运行, 减少难以忍受的杠杆时, 就会发生漂亮的去杠杆。 冲击并带来正增长, 债务负担下降和通胀可接受。 更具体地说, 去杠杆化。 当有足够的刺激时, 即通过印钞、 债务货币化合。 货币贬值以抵消通货紧缩的去杠杆化力量, 紧缩违约并带来明义。 增长率高于明义利率, 但刺激力度不足以加速通胀。 货币贬值, 新的债务泡沫出现。 应对通缩萧条的最好办法, 是央行提供充足的流动性。 中央政府根据不同重点主体的资金需求提供信贷支持。 那个也是。 回想一下, 支出以货币或信贷的形式出现。 当无法增加支出时, 通过增加债务来融资, 因为相对于需要偿还的金额而言, 债务过多。 债务、支出增加和偿债减免必须来自增加资金。 这意味着中央。 银行必须增加系统中的资金量。 中央银行可以通过以更广泛的抵押品质量较低, 且期限较长的抵押品为抵押品进行贷款来做到这一点。 到今日, 以及购买货币化低质量合获长期债务。 这会带来缓解, 如果是的话。 适量的进行可以在去杠杆化的同时实现正增长。 正确的金额是那些。 A, 消除通货紧缩信贷市场崩溃的影响B, 获得民意增长率。 日高于民意利率, 以适度分散去杠杆化进程。 那么, 我这是什么意思呢? 基本上, 收入的增长速度需要快于债务的增长速度。 例如, 我们假设一个, 正在经历去杠杆化的国家的债务与收入比率为100%, 这意味着债务金额。 它的收入相当于整个国家一年的收入。 现在考虑一下利率。 那个债务, 假设是2%, 如果债务是100%, 利率是2%, 那么如果不偿还债务, 债务将是102。 一年后, 如果收入是100%, 增长1%, 那么收入就是101, 所以, 债务负担就会增加。 从1100到102、101。 因此, 为了不增加现有债务的负担, 民意收入增长必须。 高于民意利率, 并且越高越好, 前提是它不会高到产生不可接受的后果。 通货膨胀和或不可接受的货币贬值。 人们问印钞是否会加剧通货膨胀? 如果它抵消了信贷下降, 并且通货紧缩的力量, 那就不会了。 与这种通货在膨胀的力量相平衡。 这不是一个理论, 它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 记住, 支出才是最重要的。 用货币支付的一美元支出与一美元的商品对价格的影响相同。 用信贷支付的支出, 央行可以通过印钞来弥补信用缺失。 随着金额的增加, 这种印钞采取央行购买政府的形式。 证券和非政府资产, 如公司证券、 股票和其他资产反映在。 在信贷和实体经济活动收缩的同时, 货币却以极快的速度增长。 传统经济学家认为这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 但事实并非如此。 怎么了? 在这种时候, 信用破坏正在被货币创造所抵消。 如果更换信用之间的余额。 积极刺激经济是对的, 这不是通货膨胀。 但存在滥用兴奋剂的情况。 因为兴奋剂相对于替代品效果非常好。 它们确实存在被滥用的风险, 导致丑陋的通货膨胀性去杠杆化, 如20年代魏玛的恶性通货膨胀, 或1980年代阿根廷和巴西的恶性通货膨胀。 关键是要避免打印太多。 钱,如果政策制定者实现了适当的平衡, 去杠杆化就不会那么引人注目。 取得这种平衡的正确方法是, 对于拥有大量外币债务和自有债务的国家来说, 困难得多。 有外国投资者, 如魏玛德国和南美国家承担, 因为债务不能。 货币化或重组同样容易。 在降息的萧条时期, 印钞债务货币化和政府担保是不可避免的。 行不通, 尽管这些工具在印刷受限, 或没有资产的国家没有什么价值。 支持印刷, 并且无法轻松协商债务负担的重新分配。 我们所有的去杠杆化。 本研究, 这是过去百年发生的大部分研究, 最终导致了大笔资金浪潮。 创造, 财政资资和货币贬值相对于黄金, 大宗商品和股票。 不同情况下, 政策。 制造商改变了他们使用的杠杆的具体组合, 通常是根据他们的性质的函数。 货币体系。 下图展示了通货紧缩去杠杆化过程中印钞的典型路径。 21例。 印钞发生在两次经典的浪潮中, 央行首先向面临压力的机构提供流动性, 然后他们进行大规模资产购买以广泛刺激经济。 通常, 实行与黄金、 商品或外币挂钩的货币体系的政府被迫, 与拥有法定货币体系的政府相比, 采取更紧缩的货币政策来保护其货币价值。 但, 最终, 债务收缩变得如此痛苦, 以至于他们软化了, 打破了链接, 并打印了急, 要么放弃。 这些系统或更改, 他们将兑换成货币单位的商品的数量定价。 为了, 比如, 在伟大的时期, 当美元的价值以及货币的数量与黄金挂钩时, 萧条, 暂停将美元兑换成黄金的承诺, 以便货币贬值等等。 创造的资金是创造股票和商品市场以及经济触底的关键。 一刷,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 融资、 购买资产和提供担保要容易得多, 因为, 不需要对货币制度进行合法化和官方的改变。 下图显示了圆形路径。 黄金价格, 在美国大萧条时期, 当罗斯福打破金定制时, 金价一夜之间上涨, 而再更。 最近的金融危机, 美联储的举措, 帮助压低了美元对包括黄金在内的所有货币的价值。 最后, 政策制定者总是会印钞。 这是因为, 紧缩带来的痛苦多于好处, 大规模重组。 太快地消灭太多财富, 而且财富从富人到穷人的转移规模不够大。 没有革命。 此外, 如果货币创造的规模和特征相互抵消, 印钞就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信贷紧缩的规模和特征, 它只是否定通货紧缩。 在过去几乎所有的驱杠感化过程中, 政策制定者在第一次尝试其他途径, 但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后, 必须自己发现这一点。 历史表明, 那些做得又快又好的国家, 例如2008-09年的美国, 取得了更好的成果。 比那些较晚采取行动的国家, 如1930-33年的美国, 取得更好的结果。 下表总结了创造回合所需的典型印刷量和货币贬值量, 从萧条到漂亮的驱杠短化。 平均印钞量约为4%, 每年国内生产总值, 货币对黄金初始大幅贬值约50%, 赤字扩大, 约占GDP的6%, 平均而言, 这种攻击性刺激会在抑郁症发生2-3年后出现。 在股市下跌超过50%之后, 经济活动下降了约10%, 失业率也下降了。 尽管存在很大差异, 但已上升至10%至15%左右。 我提供这些数字只是作为广泛的指标, 意味情况差异很大。 当看着, 差异这非常有趣, 但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 很明显当货币核。 财政政策的推出速度更快, 更明智, 结果远好于平均水平。 重申一下, 漂亮去杠杆的关键在于平衡通胀力量和通缩力量。 那些, 这是因为印钞过多, 也会产生丑陋的通胀去杠杆化即。 我们稍后会讲到, 适量的刺激是指A, 抵消原本会产生的刺激。 通货紧缩信贷市场崩溃B, 使民意增长率高于民意利率。 减轻债务负担, 但不要减轻到导致债务资产挤兑的程度。 总而言之, 归根结底, 只有几件事可以区分去杠杆化是否管理得好或是否有效。 不好, 我在下面概述了它们。 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够从共同点中吸取教训, 那么很多痛苦就可以避免。 陷阱并了解美丽去杠杆的政策特征。 标题六, 推险。 在长期债务周期的后期, 央行行长有时会努力将刺激政策转化为经济刺激政策。 由于降低利率和央行购买债务资产的影响, 支出增加, 减少了。 此时, 经济进入低增长, 低资产回报期, 中央。 银行家必须转向其他形式的货币刺激, 其中, 货币和信贷更直接地留下。 支持消费者。 当政策制定者在20世纪30年代面临这些情况时, 他们创造了推动。 牺牲。 新阶段最大的风险之一是, 如果印钞货币化过多, 相对于通货紧缩替代品的数量, 货币严重贬值, 这是丑陋的通货膨胀, 去杠杆化。 可能会发生。 为了帮助理解在去杠杆化过程中可以使用的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 我认为, 它们有三种不同的风格, 每种风格对经济和市场都有自己的影响。 货币政策一。 利率驱动的货币政策, 我称之为货币政策一, 是最有效的, 因为它对经济的影响最广泛。 当央行降低利率时, 它们会通过以下方式刺激经济, 产生积极的财富效应, 因为较低的利率提高了大多数投资的限值。 B。 使收购商品变得更加容易, 因为每月还款额下降, 从而提高了需求, 尤其是对于 耐用品和住房等利率敏感项目。 C。 减少偿债负担, 从而改善。 现金流量和支出。 NP1通常是解决债务危机的第一个方法, 但当短期利率处击。 0%左右它就不再有效, 所以央行必须转向第二种。 货币政策二。 现在所谓的量化宽松QE, 即印钞和购买金融资产通常是。 债务资产是货币政策二。 它的作用是影响投资者、 储蓄者而不是借款人的行为。 消费者, 因为它是由购买金融资产驱动的, 通常是影响投资者储蓄者的债务资产。 最多, 当央行购买债券时, 它会向投资者储户提供现金, 他们通常用这些现金购买另一种债券。 他们认为更具吸引力的金融资产。 他们用这些钱和信用做什么会带来很大的不同。 在世界上, 当他们投资于为支出提供资金的资产时, 就会刺激经济。 当他们投资那些不投资的资产, 例如金融资产, 在资金流露之前必须有非常大的市场收益。 支出更多的来自于那些享受了市场收益的人, 而不是来自于那些没有的人。 换句话说, 量化宽松肯定会让投资者、 储户及拥有金融资产的人受益匪浅, 比不这样做的人更多, 从而扩大了贫富差距。 虽然NPR通常不如利率变化有效, 但在风险和流动性较高的情况下, NPR最为有效。 保费很大, 因为它会导致保费下降。 当风险溢价很大并且增加资金时, 对于系统来说, 实际风险降低了, 同时有更多的钱寻求回报, 从而引发。 购买提供更高预期, 回报的风险较高的资产, 推高其价格并产生。 积极的财富效应。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使用量化宽松, 自给经济的有效性会下降, 因为风险溢价被推高。 资产价格下跌, 难以进一步推高的水平, 财富。 效果减弱。 换句话说, 在较高的价格和较低的预期回报下, 采取的补偿。 风险变得太小, 无法促使投资者抬高价格, 这将导致预期回报进一步下降。 事实上, 回报风险比可能会让那些持有大量资产的人认为, 资产回报率非常高, 呈现金更具吸引力。 结果,量化宽松的效果越来越差。 如果他们提供量化宽松和私人, 信贷增长没有加速, 政策制定者感觉自己像是在拉绳子。 在这个阶段, 政策制定者有时会将更大数量的债务货币化, 以试图补偿其债务。 效率下降。 虽然这可以提供一点帮助, 但长期的货币化确实存在风险。 人们质疑该货币是否适合作为价值储存手段, 这可能会导致他们开始转向。 替代货币, 例如黄金。 大多数经济体在此阶段面临的根本经济挑战是, 对购买力的要求大于满足购买力的能力。 可以这样想, 只有商品和服务。 金融资产是对其的债权。 换句话说, 持有者的投资资产及资本家投资者, 相信他们可以将其持有的资产转化为购买力, 获得商品和服务。 与此同时, 工人们希望能够用他们的贡献来交换一个单位的价值, 将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转化为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 但由于债务、金钱, 货币没有内在价值, 其债权大于其应有的价值。 能够购买, 因此他们必须贬值或重组。 换句话说, 当负债过多。 资产, 他们要么必须通过债务重组来减少, 要么货币化。 政策制定者倾向于使用货币化。 在这个阶段, 主要是因为它是刺激性的, 而不是收缩性的。 但变现只是交换一张借据。 债务换另一个新印的钱。 这种情况类似于庞氏骗局。 由于没有足够的, 可能会生产商品和服务来支持所有欠条, 人们担心人们可能不愿意。 永远工作已换取欠条。 低利率加上风险资产的低溢价, 对货币政策构成结构性挑战。 由于货币政策一, 利率和货币政策二量化宽松已达到极限, 央行几乎没有什么办法。 通过这两个渠道提供刺激的能力, 即货币政策几乎没有邮箱里的汽油。 这, 通常发生在长期债务周期的后期, 例如1937至38年和现在的美国, 这可能导致, 倒推动一根绳子。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政策制定者需要将目光投向量化宽松以外的新形式。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货币政策三为特征。 标题七, 标准化。 尽管经济活动和资本形成的复苏趋向于稳定, 但系统最终会恢复正常, 即使在美丽的驱杠感化过程中也要缓慢, 通常需要大约5到10年因此数语丢失。 10年是实体经济活动达到以前的峰值水平, 而且通常需要更长的时间, 大约10年。 股价要达到历史高点, 因为投资者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适应。 再次持有股票的风险及股票风险溢价很高。 既然您已经记住了通货紧缩萧条的模板, 我鼓励您阅读详细的内容。 第二部分中显示的美国2007至2011年和1928至1937年大债务周期的账目, 然后查看摘要。 第三部分中显示的21个案例研究的统计数据和自动文本。 货币政策三。 货币政策三将资金更直接地交到消费者手中, 而不是投资者储蓄者手中。 激励他们花钱。 因为富人花增量钱的动力较少。 当贫富差距较大且经济疲软时, 他们比不太富裕的人获得的信贷会引导支出。 不那么富有的人的机会更有成效。 逻辑和历史告诉我们, 刺激支出的行动是连续不断的。 这些行动具有不同程度的效果。 对他们的控制。 一方面是协调一致的财政和货币行动, 其中财政政策制定者提供。 直接通过政府支出, 或通过向非政府实体提供激励措施间接刺激。 花费。 另一方面, 央行可以通过直接向公民发送现金来提供直升机撒钱。 没有与财政政策制定者协调。 通常, 尽管并非总是如此, 货币之间存在协调。 政策和财政政策以激励人们购买商品和服务。 中央银行。 还可以通过宏观审慎政策施加影响。 这些政策有助于以类似于如何塑造事物的方式。 财政政策可能会。 为简单起见, 我组织了该连续题, 并提供了对特定先前内容的参考。 以下个例。 第一点, 债务融资的财政支出增加。 有时, 这会与购买大部分商品的量化宽松相结合。 新发行, 例如1930年代的日本, 二战期间的美国, 2000年代的美国和英国。 第二点, 增加债务融资的财政支出。 财政部无需承担债务, 因为中央银行可以印钞来支付债务, 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 央行可以向政府以外的实体提供贷款, 用于刺激项目。 比如, 2008年向中国开发银行提供的贷款。 第三点, 不费心去发行债务, 而是将新印的钱直接交给政府。 政府支出。 过去的案例包括印刷法定货币, 例如, 在中华帝国。 美国革命, 美国内战, 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 货。 贬低硬通货, 古罗马, 中华帝国, 16世纪的英国。 第四点, 印钞并向家庭直接现金转移, 即直升机撒钱。 什么时候我们? 提到直升机撒钱, 我们的意思是, 把钱送到消费者手中, 例如, 美国退伍军人的奖金。 大萧条时期, 中华帝国。 资金的流向方式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 基本的变体是直接流向相同的资金。 为每个人提供帮助, 或者以某种程度帮助一个或多个群体, 而不是其他群体为目标, 例如, 捐钱。 是穷人, 而不是富人。 这笔钱可以一次性提供, 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 也许作为。 全民基本收入。 所有这些变体, 都可以与消费激励相结合, 例如, 如果一年内不花掉, 钱就会消失。 这笔钱, 也可以用于特定投资。 针对以下目标的账户, 例如退休账户, 教育账户, 或专门用于小企业投资的账户。 社会理想的支出, 投资。 制定政策的另一种潜在方法, 是分配回报。 量化宽松将资产分配给家庭, 而不是政府。 第五点, 大量债务减机, 伴随着大量货币创造, 洗年, 正如古代发生的那样。 罗马, 大萧条和冰岛。 虽然我不会对每一个都发表意见, 但我会说, 最有效的方法涉及财政货币。 协调, 因为这可以确保资金的提供和支出, 都会发生。 如果央行, 只是给人们钱直升机撒钱, 这通常比给他们钱还不够。 消费它的激励。 然而, 有时货币政策制定者, 很难与货币政策协调。 那些制定财政政策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会使用其他方法。 另外, 请记住, 有时这些政策并不完全属于这些类别, 因为它们具有以下要素。 其中不止一个。 例如, 如果政府给予税收减免, 那可能不是直升机撒钱。 但这取决于融资方式。 政府也可以直接花钱, 无需通过贷款融资。 中央银行即通过财政渠道进行直升机撒钱。 虽然中央银行影响整个经济的信贷成本和可用性, 但它们也有权利。 通过监管影响金融体系, 目标部分的信贷成本和可用性。 当需, 这些政策被称为宏观审慎政策, 当需要。 区分实体, 例如, 当需要将信贷限制在过度负债的地区时, 同时, 自己其他经济部门, 或者当需要向某些目标实体提供信贷, 但不提供信贷时。 宽广地。 宏观审慎政策采取多种形式, 在经济发展的所有七个阶段中都具有不同的价值。 大债务周期。 因为在这里解释它们需要太多的题外话, 所以在一些地方解释了它们。 深度接附录。 以上是大债务危机。 都已经看到这了, 请点赞。 请期待我们为您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请消人 试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